俄乌戰爭陷入膠著 雙方的人力軍備彈藥 持續大量耗損 烏克蘭有西方國家持續軍援 而美國情報顯示 俄羅斯正在向北韓 採購數百萬枚的炮彈和火箭彈 顯示國際制裁已經嚴重影響 俄軍的彈藥補給鏈 俄羅斯先前也向伊朗購買無人機 但發生多次故障 現在又要從北韓買炮彈 代表俄羅斯似乎無法生產戰爭所需的基本物資 儘管路透社指出 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 捏鞭夾否認俄國有向北韓購買彈藥的消息 但是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強調的是 俄羅斯必須向伊朗和北韓求援 可見普丁有多麼絕望 莫斯科曾希望中國繼續向俄羅斯軍隊提供軍用物資 但美國官方近期證實 雖然中國願意擴大購買俄羅斯石油 但對軍事出口還是態度保留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丁六號才前往遠東地區 親自視察東方二零二二軍事演習 和國防部長蕭伊古有說有笑 完全沒有在戰場落居下風的跡象 似乎是想展現俄軍雖然正在和烏克蘭作戰 卻還是有餘裕可以進行大型軍演 不過俄軍在烏克蘭的戰事持續陷入停滯 烏軍則開始發起反攻 甚至公開表示將奪回遭俄羅斯病吞的克里米亞 警告當地居民做好防空準備並囤積物資 歡迎新聞李敏軒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